很多人听完道只会客气地说,谢谢你这篇信息,离开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。 有一次,我讲完道站在门口送客,有个女士跟我握手,她说,谢谢你讲的这篇道,我很感动。 我问,感动你做什么? 我一问完之后就后悔了,因为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受伤,她转身离开,差点跌交。 我心想,今天晚上她再来,我得向她道歉,后来我见到她,就向她道歉。 她说,你不用道歉,我要谢谢你。 她说,我回家的路上,耶稣一直问我,你想做什么?你想做什么? 她说,我只能回答耶稣说,我没有想做什么,可是我现在有想做的事了。 各位,你只是听而已,还是听进去了? 你真的把这些话带回家了吗? 我相信主耶稣要用这些书信向一些人说话,你听见了,但是你听进去了吗? 你有没有把这些话带回家? 决定采取一些行动?